各位微信仙士及各位所望善知识 风雪学的奥秘 在你我之间的空间 风雪学的吉凶祸福 反映在人的日常生活 反映在人的事业 或是人缘 都有相当的相当的关系 曾经 中部有某一位县长 他的办公桌 要我去帮他看 我发现办公桌前都是橱窗 橱窗里面都放了奖牌 够式够样的奖牌 因为宣政很多的比赛 都得了冠军 所以得了奖牌很多 回来就放在办公桌前面的橱窗 开始没有感觉什么 过一段时间 就是头昏脑脑脏 心灵混乱 办公桌一坐的 就要打破碎 所以这位县长 他要我帮他 看一下到底犯了什么的错误 看了结果 他办公桌位 虎边 靠窗台太近了 尤其窗台外 有庭岩的喷水池 那叫白斧洞 那前面 就是窗 橱窗 橱窗里面都放了奖牌 那么光 反射到 主人家 这个就是 白斧过岸了 又昂头 那当然 百事不顺嘛 口说 示威多得不得了 法院 也跑不完 这个局势 换了 主人办公桌前 不要放桌窗 窗窗 而且要将 奖牌 放到桌窗内 把这个光 不要反射到办公桌来 所以修正后 平静下来了 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在客厅 在办公桌 各种的影响都会影响到人的神经 汉人的 人和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 把洪水学的奥秘 洋载洪水学的奥秘 一项一项 记清楚 随时随地 可以帮助亲朋好友 平安 幸福啊